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刚咬文嚼字 秋是小土山 土堆的意思 像是秋林 山丘 沙丘 也是坟墓 例如秋龙 风是高耸的山头 像是山峰 峰回路转 引生为形状像是山峰的东西 例如驼峰 浪峰 红峰 或者事物发展到最高的程度 登峰造极 巅峰 人潮高峰 未进南北朝的时候呢 文人崇尚清谈 盛行品评人物 所以记录名人意识的智人小说 在当时非常流行 这类的小说呀 采集过去或当时文人名识的言谈 风尚 意识 加以编撰 很能反映各类人物的面貌 间接表现出当时的社会民情 南朝宋 刘亦庆所编的 是说新语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是说新语 根据内容分成 德性 言语 文学 等等 总共三十六门 都是简洁 而意义深长的短篇 篇幅比较长的呢 也只有几行 短的可能才二三十个字 可是呢 他因为善于把人物的语言跟情态结合 并且使用比喻对比等等的修辞技巧 所以呀 比一般的智怪小说更有文学价值 在是说新语的文学门里面 就有一篇记载了 进简文帝的一段话 简文帝笃信佛教 研究佛经 他看到经上说 如果净化自己的精神 摆脱烦恼就可以成佛 于是就有所感触地说道 不知道照这样去做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但是我认为 平常熏陶磨练的功夫 应该也不能荒废 登峰造极 比喻成就达到了极点 或者是造诣高深 汉朝的洋运 因为父亲曾经担任丞相的职位 他自己的能力也受到赏识 所以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朝廷里面担任要职 声名显赫 少年得志 不知不觉地就表现出骄傲的态度 常常得罪别人 有一个投降的匈奴人 正在谈论他们的首领蝉鱼 被人杀害的消息 杨韵听到之后就发表议论了 蝉鱼是昏庸的君王 虽然他的大臣替他设计了 很好的治国策略 他却不采用 最后送上自己的性命 这就跟历史上的秦王一样 听了小人的谗言 杀害忠臣 最后导致亡国 如果当时秦朝的君王 有采用那些忠臣的建言 也许今天都还是秦朝天下呢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 国君都只听小人的话 真像是同一个山丘的河一样 没什么差别 河是一种长得像狐狸一样的野兽 杨韵说了这样的话 借古奉金不但猖狂无礼 还严重冒犯了君王 汉宣帝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就将杨韵给免职了 一丘之河 比喻彼此一样低劣 没什么差别 春秋时代 齐桓公喜欢打猎 有一次追着一只白鹿来到麦秋这个地方 遇到一位83岁的老人 老人祝福桓公能够明白 金玉不算什么 只有人才是最珍贵的 祝桓公好学 不耻下问 任用贤能的人在旁边辅佐 齐桓公后来就把麦秋赐给了这位老人 麦片的麦 老人的后裔 随着这个封地复姓麦秋 随着历史演变 麦秋就从复姓简化了 变成现在的姓氏 麦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 两奖 优优独播电订阅 新闻 梦 打